是陈飞雨 其实这次染发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不一样的发色 之前比如说做一些造型其实都是铺上的 都是一次性的 然后这次染金发也是为了贴近角色 所以我在进组前的半个月就提前染了金发 去找这个李玄的人物状态 一开始也是觉得 自己每天早上醒来以后 看自己在自己 是金发 好像已经忘了自己染过发 有点不太敢出门 因为顶着一头黄发 如果不是为了角色的话 我可能日常生活中也不会去尝试 饱和中那么高的颜色的发色 那你别同学们说这个发色是沙蓝色 那如果现实身材的话 我觉得你被涂草 那就被涂草呗 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都不太一样 我也尊重每一个人的审美 你将非有沙蓝色的系统 我有个胖的时候 胖的时候 那个发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吧 你不是每天去看 也不是每天吧 也不是每天吧 经常吧 挺难的 因为我平时生活中 还是话挺多的一个人 因为比较爱和身边的人聊天 但是李勋就完全处于一个 每天独处的一个动作 进了足以后 其实就能慢慢体会到 其实李勋就是个这么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虽然有性格缺陷 但是他没有错 因为他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我认为在某方面 我是试图在向李勋这个人物靠近的 这一方面其实就是 他的专注力 当他了解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他会长篇大论 他也非常有事业心 你寻走路其实是有一种自带的 比锦丰风 那你是在这上面有专门的设计过吗 他曾经腰受过伤 开拍之前我也在网上查了 如果有 类似于腰间盘突出 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走 但是我当时搜了一下 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 因为当时如果腰疼的人会有一种 很心肠的一种方式 但我觉得在距离可能 大家可能不会完全理解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走路 他腰板挺特别直的 其实是因为他有腰伤 他走路也很快 加上他平时其实也没有什么运动 其实就是坐着 然后敲戴码 这可以翻吗 随便什么问题都行是吧 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 可以吗 随便翻吗 上面写着 别在这上面下读 它是绿制性的 绿制性的 比如说 你可以问 今天能准备下班 我今天要上学 我学校 请问 点燃我温暖你 这部剧能不能在忧苦 站内播放热度破碗 随便翻一眼是吧 退下 不讧续